一个小女孩 小女孩是仰面朝上的 但是我们在 后来我们在挣扎的时候 发现小女孩的脚步 因为她的右脚是漏在外面的 有抖动的现象 经检查发现小女孩还有生命体征 不幸的是 她的父母已经遇难 经过15分钟左右清理工作 孙静和另一位战友 从废墟里把她抱了出来 随后小女孩被送往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医生介绍 小女孩的情况总体比较